阻断措施结束后 学生轮流回校上课 是学校采取的策略之一 确保师生能够安全的复课 教育部长王以康表示 分批返校就像是受隔离的保护膜 一旦出现感染病例 能有效将学生隔离起来 避免病毒传播 王以康说 当局曾考虑过每天或是每隔两三天 让不同年纪的学生轮流回校上课 但最终选择每周轮流返校方式复课 尽可能避免跨年级学生接触 减少混乱 你这样一做 我看孩子也乱了 早上驾校车的叔叔也乱了 我看家长有几个孩子的家长也乱了 所以我们说实际一点 就是用每周轮流的方法 王以康说 校方会采取措施 包括错开学生上下课使用的校门和时间 也确保接送学生的家长不会聚集 而如果校园出现感染个案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迅速应对 部长也说 教育部会给予教师支持 让他们能够在轮流返校制度实施期间 确保网上和课室教学都不受影响